俄罗斯总统普京前面谈判 后面出招 他出其不意的宣布承认 乌克兰边境两个亲俄地区 为主权国家的行为 彻底激怒美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即使宣布取消和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的会面 强调绝对不会接纳俄罗斯 一边乡以外交为幌子 另一边乡又处在 升级战争的事态 既然克林姆林宫一意孤行 那么见了也没意思 莫斯科嘴上说考虑撤军 暗地里却步步逼近乌克兰 牵动世界各国的神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原定在这个星期四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瑞士日内瓦会面 但普京的举动 不仅是在挑衅乌克兰 也在考验欧美国家的容忍度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星期二和乌克兰外交部部长 库列巴召开联合记者会表示 普京的电视演讲 无视历史和国际法规 而且狂妄地将乌克兰 视为俄罗斯的附属品 令人愤怒 如今既然俄罗斯已经进军乌克兰 那就没有在会面协商的必要 美国将采取制裁 同时在军事力量上增援盟友 香港的组合 我們也有明確 如果俄羅斯派對美國的製裁行動 我們會與德國合作 以保證 Nord Stream 2的濃縮線不走進去 今天 首席博士宇宙宇宙宇宙 說 德國政府一定會拒絕這濃縮線 庫列巴 則對美國的制裁行動表示歡景 同時再次呼籲世界各國動用經濟力量 給俄羅斯重重一擊 不必要說的 俄羅斯的動作是一個困難的法國的法國 和一個新的行動 反正的正義和正義的特徵 因此,俄羅斯 strongly相信 當時的時刻是現在的 而在這個狀態 我們歡迎今天的報告 當時的川普總統拜登 世界必須回應 與所有的威脅 去罰羅斯為罪 它已經承認 和在這個狀態上 它計劃發生 攻擊 攻擊俄羅斯的經濟 現在 攻擊它 然後攻擊它 話雖如此 但布林肯也沒有把話說死 強調如果俄羅斯願意展現實際作為 讓國際社會感受到求和的誠意 它還是會治理外交 另一方面 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也坦言 隨著美俄關係降級 總統拜登和普京的會晤 也絕對不會是當前的選項 馬西社電視綜合報導 美式的改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